瓜斯他们做的很多这种建筑的研究 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基于形式的 还有很多大量的这种技术背景 它每次几乎是每一个作品 都几乎是有一套理论在支持着 因为我看了好多 它和Prada设计那些Prada的旗舰店 特别是他们在纽约的旗舰店 然后他就说我要重新定位奢侈品 什么叫奢侈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 我其实就他的那本书 可能是我刚刚入行的时候就看到 完了他那个作品也是 我刚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去看的 还是对我来讲 就是特别启蒙的那种 他是说奢侈就是说物以稀为贵 他说用的也是中国人这句话 他说中国人就是物以稀为贵 他说人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地方 那么奢侈的概念 首先跟空间有关系 你要是空间特别高 你就在浪费一个地方 你可以是两层的 你把它做成一层的 就会给人一个奢侈感 因为这个空间是非常值钱的 他说第二 现在什么是奢侈 时间 就是人的这个就是每次去做一个什么事情的话 就是都是急急忙忙的 我要买个东西 我要买那什么 但是他要如果说你给他这个空间 给他这个时间 他能在你这头逛 这是最好的 第三他就说这个奢侈的概念是一种享受 就是他过程本身是个享受 特别美好 不仅是你能够把这个衣服拿回家穿着说 你看我有件新衣服了 我很享受 但是同时在你挑选 在你这个整个的过程 也给你享受 所以他呢就把那个 就是他做那个纽约的那个店的时候的话 就是我印象最深的是 他有一个大台阶 那个台阶上平常就全都是卖鞋 然后呢我就就是这个就特别逗 就是说你要是去试一双鞋吧 你就坐着那台阶上试一下啊 或者人家就是也是一个试鞋的地方 然后到了晚上或者有时候傍晚的话呢 他就把店关掉 那是个舞台 就完全像古罗马的那种露天的那种舞台广场似的 就底下就有表演 你就白天在那试鞋的地方 你在晚上就可以看一个演出